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进入后肖战时代,真历史会彻底沦为女表品牌吗? 今年,对于真历史品牌来说,是非常重要的一年, 尤其是在中国市场,找了当红流量明星肖战作为品牌代言人。 作为国内当下的流量偶像,是否能把持续低迷的真历起飞, 自然成为了行业关注的焦点。 如今,真历史品牌官宣肖战代言已有三个月, 对于真历史品牌来说,已经进入了后肖战时代。 本期话题,我们就聊聊这三个月真历史品牌的表现。 7-9月销量稳步下滑。 从真历史天猫旗舰店2021年7-9月的销售额来看, 7月官宣的当月,就取得了405.241万的销售额,创造了历史新高。 随后的8月和9月,虽然出现了销售额断崖式的下跌, 但依然能够保持在月销百万级别, 这在天猫平台奢华万表品牌中,依然是很领先的成绩。 真历史能够持续保持天猫旗舰店月销百万的成绩, 那自然是非常好的,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真历史后劲不足的趋势。 如今时间已经来到10月份, 10月过后又是双11、双12两大网络营销节点。 按照传统的惯例,真历史少不了会来一波大促, 后续的销量表现如何,我们到时候可以再分析。 女表逐渐成为销量主力。 自从销战代言真历史品牌之后, 我们团队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。 原来真历史给人的印象, 是一个有技术、有情怀的、偏向男性用户的品牌, 无论是以路虎轮毂作为设计灵感的DeFi, 还是经典的飞行员和主打高震频的旗舰系列, 都有着独特的个性,识别度也相当高。 从其月份开始, 大量的女性成为了真历史品牌的用户, 这就让真历史的热销表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 就拿刚结束的9月份来说, DeFi系列万表在真历史天猫旗舰店销售了11枚, 占到了当月销量的78.57%, 是绝对的销量主力, 其中最畅销的DeFi系列万表已经不是最基础的钢款, 而是有着渐变效果的星空表盘款, 至于型号是什么, 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重要, 小姐姐们也记不住。 价格方面, 星空盘外圈部相钻款工价位68500元, 星空盘外圈相钻款工价位84000元, 只看工价的话, 价格着实不低, 说明小姐姐们消费实力还是可以的。 这两款腕表都是36毫米尺寸, 表壳和表带都是金刚材质, 三点钟方向有一个日历窗, 其余11个刻度是由钻石装饰, 整体效果看起来比朗格的星空盘都要豪华, 比较精髓的是, 这小秒针的尾部有一颗五角星装饰, 宛如夜空中滑动的流星。 如果你仔细研究过这两款腕表, 你会发现, 这两款腕表竟然配备了四条原厂表带, 除了基础的钢带, 还有三条不同样式的表带可供搭配。 一款腕表一次给消费者配了四条表带, 这在钟表行业里是非常少见的, 虽说这四条表带的成本最终都是由消费者来买单, 但对于需要不断改变穿搭风格的小姐姐们来说, 腕表实用性大大提高的同时, 运用的场景也更多了。 最后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粉丝的故事, 这位男性粉丝今年有购买真通拿腕表的计划, 殊不知关宣肖战代言之后, 真通拿成了肖战同款, 真历史原本在二级市场巨大折扣的行情出现了大幅度缩减, 导致性价比就没有以前那么高。 再则, 就是带了真通拿, 会被人以为是肖战的粉丝, 无奈这位朋友连肖战是谁都不知道, 连一个作品都说不上来。 对于在国内知名度并不高的真历史品牌来说, 肖战代言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, 尤其是常年滞销的女表都有了很好的销路, 这才是品牌想要看到的。 正所谓销量才是应道理, 至于真历史会不会彻底沦为女表品牌, 谁又会在乎呢?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 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